嗨,大家好,我是歐馬 今天來到先走過路過 但是絕對不能錯過的偷口餐盒 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的社長 秀線社長 你好 因為我發現你們整個店也是小而精巧 所以其實以餐盒來講的話 其實今天大家拿了一個餐盒來吃的話 其實對你們的店裡面其實收集起來也算蠻方便的 就是不用另外再洗碗洗碗子這樣子 那另外的話 因為我知道你們高可時代也是 就是外帶這塊事情 所以你們當初在設定這些店的時候 就是內用跟外帶的這個比例就是已經有抓出來的嗎 其實我們開店的時候是 抓不出來到底有多少的內用客 到底有多少的外帶客 那因為我們店的座位數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內用的時間大家可能 再怎麼吃再怎麼快可能要三十分鐘四十分鐘 對那這樣的話可能很多人想要吃也吃不到 所以我們其實還蠻希望大家可以外帶 那當然我的店面的前面就是一個公園 其實就有一點像我那時候在小外遊 可以買這個東西在店內吃 就是買這個東西我到外面的草皮公園吃 都是海邊吃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是基本上是很踴躍 大家內用也OK 外帶也可以這樣子 所以疫情的部分你們的生意有受到影響嗎 基本上我們因為本身就是有在做外帶或是外送 對 所以我們的生意的影響到還好 反而是有成長 有成長 對那我覺得這個疫情 多餐飲也有開了新的一個市場 就是外送外帶這個市場 對 所以一開始還好 但現在的外帶外送的競爭非常的激烈 是 那當初你們就是會選在這個民生社區這個點來開店 是什麼樣的機緣 主要是看到一個好的店面 看到好的店面 好的店面 對那因為應該是說好的店面其實是最難找的 是 對第一個可能位置要不錯 對 那店面的格局可能也要漂亮 那再來可能有些店面可能他不願意做餐飲 嗯 對所以其實餐飲的條件他很容易看 嗯 還有最重要的助金 對 太貴的話我們也是做下去 是 你說像選點的話 因為當然越往外面的這個位置越好嘛 能見度也越高 所以你們現在選店有沒有什麼PayPal 嗯 第一個我們會很希望是在大馬路上 只是因為大馬路上面的租金會非常的高 對 所以我們通常會選大馬路的一條內巷 嗯 或是裡面的一條內巷這樣子 對 那當然要有基本的人流 對 我們說那邊裡面的巷子也有可能是完全不會有人走路的巷子 也有人可能是雖然是小巷但也是一個主要道路 嗯 那我們通常至少要選一個有人流的一個地方 對 氣也好 人也會進來這樣子 嗯 我們會選這樣子的地方 嗯 還有租金 嗯 像租金的話 大概都佔你們的業額單是少方便透露吧 可以可以 我們大概會抓我們的可能會得到這樣子的業額的5% 5%以內 5%以內 那算非常安全 嗯會比較好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你們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那萬一今天店裡發生了 你要說 嗯 可能要施工 是 對 或者就是可能要 哪裡要裝潢這樣子 嗯 那我們可能要關一個禮拜這樣子的損失的時候 嗯 人租金很高的時候 嗯 那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 嗯 所以當然就是有正常音樂什麼 有毛利 有利潤那個都很好 對 那我們要想到最壞的打算 那那個時候呢 你沒有辦法對你的員工責任 沒有沒有辦法對你的廠商 或者是房東負這個責任 對 就是要在一個能力方面去做 你們在 呃 要開一間店的時候 其實你是先找到一間適合的店 然後再來思考他該做什麼 嗯 那像當初就是找到女生社區這個店 然後設定為是夏威夷 呃 夏威夷昌和賬的一個主題 嗯 你覺得這個附近的這個鄰居環境 然後還有整個市場 是適合走這個嗎 嗯 其實我們 我先以民生社區這個地方來說好 嗯 民生社區是一個 我相信只要住在台北的人都會知道這個地方 對 甚至於國外的人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舒服 嗯 然後很多呃 綠 陽光 然後它的時間也有一點慢 嗯 我覺得是居住很好的環境 對 那這家店面主要是遇到店面 對 那 我們遇到這個店面的時候 第一個我們看到它這個店面是兩面層光 對 就是一面旁邊一面正面這樣子 然後其實就像現在這個時間 其實我們陽光是插入到我們裡面 對 所以這家店其實它的 呃 我覺得這個陽光跟這個 樹葉這樣反射 其實這個店是活的 嗯 不是說死在那邊只是 呃有電燈這樣子去照 那我覺得這個 空氣的流通 然後前面又是一個公園 嗯 我覺得非常的棒 然後那個時候看到這家店面 覺得欸很棒 我住進也可以 那我們租下來 我們 在生活裡面一直都是有看到 好的idea 好的餐廳 或是覺得欸 值得去學習的地方 我們都會把它記錄起來 那當我們找到好的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再把這些東西拼湊起來 自然我們就會變成一個 自己想要做的一家店 我們是這樣子去開一家店 哦 所以您目前就是 呃 旗下流止間 我們目前現在有 有三間 有三間 對 那這個是最年輕的 哦 最年輕的 那另外兩間間是 哦 這邊有酒塵乾 然後再來一個是 蛋包飯店 是六角蛋包飯 哦 OK 所以其實你們走的反而是 呃 旗下的每一間品牌 都是不一樣的餐飲物線 對 都是不一樣的 那像之前的話 其實呃 民政社區一開始其實 它還熱門 尤其是 那個副景區 那一開始起來的時候 哦 這邊就是超多觀光客會 來朝聖 嗯 那 可是像你們那時候開店的時候 其實有享受到 那一波人流嗎 嗯 嗯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 剛好開店的時候 是那個人流下滑的時候 哦 對 那剛好離那一條街 有一點點的距離 嗯 對 所以可能 我們是 應該是都沒有享受到 嗯 對 那當然我們很希望 享受到這個人流 可是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當然人流很重要 外來的客人也很重要 就是有沒有抓住 住在這邊 當地的居民的位 嗯 我覺得那個想是 當開家餐飲最重要的事情 嗯 對 所以像當地居民就是 是在你們所有的這個 就是 呃 應該說 在你們所有客戶裡面 大概有幾層 應該六七層是有 哦 對 怎麼看呢 主要就是說 當你今天如果都是 接受外來客 嗯 觀光客或是外面 別的現實的人進來的時候 呃 天氣好會沒有問題 要如果下單 或是開通店 或是大行人這樣 其實這些人 可能會去別的地方 對 但那個時候其實 你當地的居民非常重要 嗯 所以他們也是要示範 嗯 對 那也是確保我們這家店要 呃 呃 那這個時候我們其實也要 啊 對我們當地的local的居民 要非常的好 對 不是說直接收外來客 嗯 我覺得我們有餐飲 就是當然大家都是一樣 對 可是我覺得 有沒有抓住 抓住當地居民的味道 其實我個人認為是最重要的 嗯 聽完秀縣社長的分享之後 我發現要開一間成功的餐廳 有以下幾個重點 第一 在手機裡面做一個ideabook 隨時記錄目前最新的餐飲趨勢 及在地需求 第二 選店可以參考大馬路旁的第一條巷子 能見度OK 但租金又不是這麼高 第三 租金要控制在營業額5%以內 第四 要做天天並且可重複吃的料理 最後 由於現在外帶也是趨勢主流 所以店裡的設計 要兼顧內用與外帶的方便性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產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y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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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a